美国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会见了日本外相林芳正和朝鲜外长郑一荣 讨论了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布林肯在美国夏威夷州召开的会后 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 三个国家都谴责了朝鲜近几个月来增多的导弹实验 据自由亚洲电台证实 曾在日本留学和工作多年的维吾尔博士阿波都和林里·阿波多日义姆被捕并关押在乌鲁木齐 据悉阿波都和林里·阿波多日义姆在日本留学和工作12年后 于2010年回到东都决散并在一家公司工作 她一直远离政治事件 确信自己没有犯下任何反华罪行 虽然阿波都和林里·阿波多日义姆继续她的科学研究11年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料到她于2021年12月被捕 因在国外接受教育而被指控分裂主义 并被关押在乌鲁木齐 荷兰王家航空公司宣布 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开公司正在取消飞往乌克兰的航班 此前荷兰外交部长呼吁其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 新一季的德国联邦总统已经通过选举产生 现任总统泰德·英·麦尔以绝对优势票数再度当选 这位66岁的政治家从2017年担任总统 随着胡塞武装的袭击越来越多 美国派出的F-22战机抵达阿拉伯林和球场国 据美联社报道 这些飞机降落在阿卜扎比的一个空军基地 那里大约有2000名美军 印尼东扎瓦省任莫县的民众 在巴扬甘海滩祈祷时遭海潮袭击 已有10人死亡1人失踪 印尼东扎瓦省灾害管理和减灾机构行动组组长布迪说 这起悲剧发生在当地时间周日凌晨 当时23人正在当地海滩举行传统仪式 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以高价出租房屋控制的房东正在面临罚款 购买低于确定价格的房屋的人将无法在四年内出租 近年来阿姆斯特丹的住房租金飙升 在这座人口约120万的城市 平均每月的房租为1500欧元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